关键铁路在这里坑车 那一年台宗还是做年轻的城市 居民不多就连接台湾南辈 这里人本叫做董大敦 去柳蜿蜒是流氓船选中的台湾省城所在 可惜的是省城还来不及该好 流氓船就调职 紧接着 日本人决定延续台湾省城的规划 在董大敦建立中台湾的行政中心 1896年 董大敦改名为台中街 台中这个名字首次出现 公园 市场 信任 各种现代化设施共同发展 当然也包括车站一天路 铁道带了香蕉与甘蔗 也带了银行糖与脚味水 铁道载着台湾 然而高速公路带来便利 却也一转城市核心 汽车取代湾车的运输功能 优雅的步行街道十岁 变成停车无意的小海通路 曾经风光的海中城中城 一度消沉褪色 消沉的即将再次亮亮 全新的大市站串联甘城 东区 提供多座大型商场 与传统名声市场 新来的朋友 在东西广场寻找家乡味 怀见的市民 从老市站起来中产业故事馆 发掘古今世 退下的已经不重填风采 告别昭和的路易 绿川及柳川 提上了更多色的形状 这是台中新水的景点 每条河川都有不同的个性 与细事 许多故事等着被述说 灰墙老汤 变身为绿风铁道 人们漫步其中 不忘城市 以车站绝绿风铁道为核心 发散出去 甚至在空中一路走向干城 就像台中产业故事馆 戴着新面貌的路川流传 大尸站与绿风铁道 旧城有了新内容被关注 走出台中东西 风源 雾日 双港 三个雾东西 逐渐成新 世界花卫补兰卫 台中山首线 机场运步计划 趋势待发 水南支柜城连接在地 接轨国际 从前的士山海豚 已经连接了共同生活圈 2008年 第三派的台中车站 即将完工 田路高架化 全前公车 台中有了新的高度 这城市连接过去与现在 连接家乡与世界 连接我们的幸福 进入高度 二位 房子 部队 等于 地区 表明 最新的 市場 日